Stative,後面就是清除 這個我想比較簡單 這主要是看起來實際上 主要是回圈加上丟公式 就可以幫我完成兩個按鈕 所以這不是很複雜 雲端上有答案 再來的話E-Day這個函數 E-Day主要是解決什麼問題呢 比如奧運當天把它改一下好了 現在改成 現在是7月24 所以你把這個改成7月24好了 那底下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就是等於什麼 哪一天等於這一天 那如果奧運的三個月之後的話 應該哪一天 三個月之後 三個月你總不可能說再加90天吧 所以你要去修改的是這個月 等於是月份 所以有幾個方法 一你可以利用什麼 前面講過Date函數 那你想說幹嘛用Date函數 特別說因為你變成需要怎麼樣 需要把你這個日期先分割開來 針對月份去做計算 再把它恢復回去 OK所以不要麻煩 按確定如果Date的話 Ear 那你就變成說要抓這個日期的Ear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要先把Ear 哪一個Ear呢 就這個日期裡面的Ear 所以2020 那month的話 這個可能要再自己再加一個month 然後瓜糊 哪一個出生格 就這個出生格的月 那日的話就Date 這個可能比較麻煩 Date哪一個 這個 那如果你要三個月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在month後面加3就可以了 然後他加完3之後 再把它存回一個Date Date的一個形態回去 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就可以計算 不過相當麻煩 一個公式裡面 會用到四個函數 那前三個月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複製之後取消 然後在這邊把它貼上 那其實到底很簡單 前面 這邊本來是加嘛 把它改成減就可以了 Enter 好 4月又有4 不過你想說 這很麻煩耶 為什麼這樣要4個 其實喔 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 Excel裡面呢 2007以後的版本喔 它有多增加一個函數 叫Eday函數 那2003以前也有 可是喔 比較麻煩要加增益期啦 OK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Eday函數喔 特別注意喔 但是喔 它這邊有講到 它這邊喔 主要是針對月份 也就是說呢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三個月啦 其實用Eday最快 怎麼 這個start date 哪一天這一天 month有沒有 相差三個月 它要怎麼樣 自動幫你把那個日期加三個月 就好了 就不用用Date OK 但是特別注意喔 它只有針對月份喔 不能針對年不行 日也不行 只能針對的是月喔 OK按確定 好 那回來會是一個 這個形態喔 主要是因為 這個通用格式的關係 那怎麼辦 改成日期格式就好了 你選一個標準就可以了 10月24 那另外呢 這個 這個三個月之前的話 一樣喔 把它複製這個公司貼過來 把它直接變成-3就可以了 它也可以用正的 也可以用負的 負的話就是前 什麼 前三個月 OK 一樣喔 改個日期 這比較麻煩一點 OK 好 所以Eday的話 主要針對月份喔 一個月或兩個月 那你當然可以用在哪裡 用在待會喔 我們這個範例 比如說呢 1月1號的下一個月的1號 那你就可以找差環數 你可以用Eday 然後怎麼 這一天相差幾個月呢 1月1號跟2月1號相差一個月嘛 對不對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會2月1號 你把它向右填滿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寬度不足 把它點兩下 你會賣3月1號 4月1號 一直到12月1號就出來了 所以喔 待會這個範例裡面的第一個 用Eday 幫我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來的話 產生每個月的底下的天數 所以什麼 等於什麼 等於上面這一天 因為它背後就是一個數字 所以加什麼 加1天嘛 加1不就好 1天就1 打個勾 1月2號 但是問題啊 你向下填滿 它到31OK 向右填滿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2月應該底下這些不能出現 OK 底下我全部把它填滿 你會發現呢 我到12月份喔 理論上應該一整年就出來 不過說 有一些地方 多一些資料 這個要刪掉 有沒有 這個要刪 因為只要不是31天的 就會多一個日期 那如果我今天不希望怎麼樣 它產生的話 那怎麼做呢 當然不是叫你按Delete 而是說 如果你Delete 每個地方都要Delete Delete 那不OK啊 所以怎麼辦呢 應該是 讓它向下向右 一切合成 做一次就完成的話 那你可能要考慮一點 什麼 這個地方應該什麼 判斷什麼 它跟它上面一個月份 如果不相同的話 那就怎麼樣 那就把底下的這個輸出的結果 變成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以什麼 加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他們兩個的月份 不一樣的話 那輸出空的 反之就輸出原來的 欸 這怎麼寫 所以這邊的話 可能要寫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喔 這邊有沒有 A2加1 加一個邏輯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會出現 就是如果你空的 那它如果再跟它 欸 你會發現就錯了 因為它要加1 欸 結果空的加1 產生不了什麼 就會產生錯誤 那怎麼辦 把錯誤過濾掉 欸 前面有講過ifl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e 用那個edate這個函數 試試看 或者這個啦 其實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只是說它麻煩 然後呢 再利用這個edate函數 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並且產生每個月的其他天數 但是我希望把不同月份的資料刪除 想想看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絕對不是突破眼鋼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大家直覺看到是不同月份的資料不要顯示 欸 可是有什麼方法 要不然就寫個VBA吧 不同月份把它delete掉 也有沒有辦法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 欸 如果函數可以換得到 那當然我們盡量就不要寫程式 但如果說呢 程式 沒有這種對應的函數的話 那相對的喔 其實寫VBA也未常不是一個比較簡單的解法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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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